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一个长相小孩的成年诸如症患者 跟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谈恋爱 你们怎么看 这个妹子呢叫Shawna 是一个被困在八岁身体里边的成年女性 最近她因为跟一个帅气的旅行博主约会的事 外网都吵风了 不少人都说这个男的 说好变态啊你 你一个成年男人 居然追一个长相只有八岁的女孩 你什么居心呢 你恋童吧 Shawna今年二三岁 心智和童年人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外貌特别像小孩 她是在六个月的时候 被诊断出了清晰性脑瘤 虽然化疗康复了 但是因此得了垂体性诸如症 身高就一米一七 体重不到五十斤 就是干啥都不方便 洗脸刷牙得踩小板凳 去健身房举铁 好像人家领的娃 好不容易打发打发逛个街吧 谁路过都行 Shawna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成年人 这些年去学过 钢管舞纹身穿孔聚会胖挖 但是每次她去酒吧啥的 店员都得冲过来 成年人吗你顺便见吗 人家这么没毛病 是出于好心 但是当事人被当成异类 心情肯定不得劲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该谈恋爱了 但是因为她长了八岁的样貌 所以谈恋爱容易遇到啥人呢 恋童B 所以Shawna本人就更得擦两眼睛 去见渣了 的确挺难的 不过这几年她也约会过几次 之前朋友给她介绍过 一个足球运动员 两个人消除的还行 不过后来可能不是太来电 就没下文了 后来Shawna又约会了一个 就Thomas的志愿消防员 这个哥们其实就是男版的Shawna 她也是小时候因为生病 影响发育 身高定格在了八岁左右 小伙子还挺记忆向上的 两个人聊得挺愉快的 咱外人看的 她俩挺有灵魂伴侣那个调脑的 但是当事人好像还是不太来电 这时候一个叫做Dan的女性博主出现了 Dan是英国人 她是看到了Shawna的真人秀节目 就很受感动 就主动去联系了Shawna 没想到两个人一聊 还挺聊到来 所以聊了几个月之后 Dan就直奔Shawna所在的 美国长岛那边过去了 甚至还作为Shawna的暧昧对象 加入了第二集这人秀的拍摄 他和Shawna Shawna的妹妹三个人一块出去玩 Dan倒是挺放得开 但是Shawna和妹妹就着急了 说你跟我俩都挺好 你到底是喜欢Shawna的 还是喜欢这个妹妹的 后来Dan给Shawna送了花和卡片 就等于是给Shawna试好了 所以那第二周 Shawna就邀请她去了家里边 还把她介绍给了爸妈 那作为父母 出于保护孩子的心理 肯定得过堂 Dan面对审讯的时候 明显就不太自在 但还是很坦诚的表示 说自己想带Shawna去环球旅行 其实Shawna本人都一直很渴望旅行 Dan那种冒险的气息就很吸引他 但是问题来了 Shawna的爸妈 不可能把女儿交给一个认识 没多久的男人 让他们俩一块出国去 所以Dan离开之前 两个人只跳了一段 有点尴尬的慢舞 道了个别 然后Dan就飞回来英国 不过两个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他俩都很期待重逢 Dan也大大方方的在社交软件上 PO了很多和Shawna的合影 但这事曝光之后 网上征集学特别大 有网友觉得磕到了 希望他俩能成 当然有好多人说看不下去 你一个成年男子 主动接近一个外貌 只有八十个女孩 实在太诡异了 要我说 这个人要么想活 要么是个变态 我看还是和那个消防员靠谱点 但是被骂了快一个月之后 Dan也出来强硬回击了 说我变态 是你们我说好吧 他先明确表示 自己和Shawna目前 还是相互了解中的好朋友 不是那种男女朋友关系 而且他和Shawna相处 并不是基于他的外表 而是内在 对于网上质疑他的人 他就说 Shawna小时候从爱人中幸存 一直被社会当作异类 你们怎么能把他 交朋友的权利都剥夺走 其实是仔细想想 很多网友当然没有恶意 他作为旁观者 他们肯定希望 Shawna不要受到伤害 但是站在Shawna的角度 他作为成年人 自然也渴望拥有爱情 也有选择另一半的权利 我个人觉得 咱作为吃花群众 提醒他谨慎一点 没有问题 但对于另一半 咱还是尊重人家的选择 那妹子这么可爱 这么聪明 不管他选了谁 都希望他们能好好在一块 毕竟每个人都值得 爱与悲哀